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90年代就登上了全球华人富豪榜 早年间坊间传言 黄任忠家里的豪华大床一次农躺九个情人 而这张图里的女人 据网友所说 都是黄任忠所说的后宫 图上的女星陈宝莲虽然认黄任忠做了干爹 但两人的关系却并不简单 令人诧异的是 在这张网传的后宫图中 已婚已育的S妈却浓妆艳抹 身穿礼服 娇笑着合照 难道S妈真的如张兰所说 有着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比起如今的生命生活 大小孩子的妈妈黄春梅出生并不富裕 她出生在彰化的农村里 家里的条件十分清品 连25元的学费都交不起 于是黄春梅连小学都没能上完 早早就开始打工 就在黄春梅日复一日的端茶倒水时 一个男人闯入了她平静的生活 这个男人叫徐坚 他的家族在寸土寸金的台北街头 开了一栋营楼 徐坚混结花丛多年 见过的女人可以说是数不胜数 但偏偏 徐坚最后却是被黄春梅这个乡下丫头给收入囊中了 原本宛如两条平行线一般的徐坚和黄春梅 日常交集 只有餐馆 可就一顿饭的时间 徐坚对黄春梅一见钟情 两人这么一来二去 眉来眼去 很快就狼情惬意 你浓我浓了 黄春梅不仅成功和航门少爷谈上了恋爱 还很快就让徐坚和她结婚 徐坚的家人得知后 全体反对黄春梅进门 但徐坚不顾家人的阻拦 硬是把黄春梅给取进了门 黄春梅18岁来到台北认识徐坚 19岁两人就迅速结婚 大婚那天 黄春梅满心欢喜 她以为自己跨过了豪门的门槛 自此开始就要过上贵妇生活了 殊不知踏着一脚 直接踏进婚姻的坟墓 豪门梦来得容易 也碎得飞快 刚刚加入许家第一天 黄春梅还未享受过一秒少奶奶的待遇 就被许家一家人当庸人给使唤了 许家家大业大 人口也多 许建的妈妈重男轻女 为了生个儿子 一共生了七个女儿 这一大家子人 个个都是在优优的环境下长大 十分看不起黄春梅这个乡下人 而黄春梅一进门 就是许家最底层的存在 她不仅要伺候丈夫和公婆 还要伺候七个大姑子 小姑子 但是在家里吃饭的人就有十几个 结婚后 黄春梅每天过的日子 还比不上从前在餐厅洗碗的日子 她每天要早起侍奉公婆 一家十几口人的三餐全由她一个人负责 并且许建的父亲对饭菜的要求甚为严格 每天的饭菜都不能相同 还必须色香味俱全 除了做饭 全家人的衣服都由黄春梅来洗 并且家里的大大小小打扫和隐漏的杂事 也全都压在黄春梅一人的身上 但是准备十几口人的一日三餐就已经够累的了 更别说还要包揽所有家务活 就算是请个佣人 这么多家务也得两个佣人才能完成 所以黄春梅的豪门生活并不幸福 只是身体上的疲惫倒还能熬一熬 可黄春梅自从加入这个家 可以说是没有开心过一天 精神方面一直很压抑 她有七个大姑子和小姑子 大家捅住一个屋檐下 只有一个能和她处得来 剩下的六个小姑子和黄春梅属于互相不对付 再之后一连生下三个女儿 黄春梅在许家的地位可想而知 她被公婆闲 被姑子们咽 还不被丈夫理解 她只能把所有痛苦都写在日记本上 结果被小姑子发现 公之于众又挨了一顿打 家庭生活宛如身处地狱 她与丈夫的婚姻也早已岌岌可危 结婚没几年 许坚就继续过去了婚前花天酒地的生活 她整夜在外喝酒 在夜店鬼混 甚至是在外面养女人 黄春梅也只能忍 许坚酒后还常常拿黄春梅出气 对她拳打脚踢 父亲的暴行 吓得小孩子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 当公婆再次催生时 黄春梅直接说让许坚去外面找女人生 这时候黄春梅已经觉得不再忍受了 这样的日子诸葛不如 自己就算去外面要饭 也好过在豪门里熬 在一次与公婆爆发激烈争吵后 她和小姑子两人扭打在一起 黄春梅用这样歇斯底里的方式换来了自由 看透了豪门本质后 黄春梅带着三个女儿搬出了徐家 徐坚不抚养女儿 黄春梅为了养活女儿 就做起了房屋中介 靠着交好的容貌和左右逢源的社交天赋 黄春梅就这么一步步养活大了三个女儿 由于日子过于辛苦 黄春梅时常处于暴躁状态 戴斯说过 她是三姐妹中挨打最多的 哪怕自己没犯错 小S也在节目中提起过 自己小时候经常被妈妈打的事 黄春梅将生活的压力 全部转移发泄到了孩子身上 一次黄春梅抄起木棍去打小S 家里的狗都不忍心冲上去咬棍子 阻止黄春梅打小S 虽然心疼妈妈 但挨打怕了的小S 甚至希望过母亲不要回家 这样的日子 直到大小S出道后才开始改善 大S再次客栓电影时 对当明星产生了兴趣 从小就有主见的她 带着妹妹小S一起上了华刚异校 华刚异校可以说是当时的贵族异校 在当年几乎半个台湾娱乐圈的明星 都是出自这里 可华刚异校的费用太贵了 别的学校学费4000 华刚异校的学费高达4-5万 90年代的4万台币 可以说是天价了 尽管学费高昂 但黄春梅为了投资两个女儿当明星 还是让她们上了这所学校 但在这里面就有些 让人捉摸不透的意味了 毕竟以黄春梅的工作 她供一个孩子上华刚 就已经十分吃力了 更何况是两个孩子 而网上流传的黄任忠后宫图 现在想想似乎没那么简单 这张图里 单是大名鼎鼎的艳心陈宝莲 就足以让人明白 这场宴会不简单 陈宝莲对外喊黄任忠干爹 但当年台湾媒体都知道 两人关系暧昧得过头 除了陈宝莲外 黄任忠的姿态更是左拥右抱 黄春梅说自己的工作是房产中介 但她一没钱二没权 夫家虽然有钱 但却完全够不到黄任忠和这个阶级 更何况现在她与夫家早就割裂 那么黄春梅是如何进入这场宴会 又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在这里 对于黄春梅的身份 坊间猜测不断 有人说她早年当过舞女 还有人说她是黄任忠的后宫管家 不论黄春梅与黄任忠的关系如何 反正大侠S最终都如愿以偿 进入华岗一校 事实证明 黄春梅的这笔投资没有失败 大侠S入校仅一年 就组合出道 火速爆红 女儿走红后 黄春梅就辞职专心担任起了她们的经纪人 娱乐圈内鱼龙混杂 黄春梅这个社交达人却如鱼得水 平时不论大事小情 全都有黄春梅出面 娱乐圈里更新换代太快 大侠S在经历了一夜爆红后 很快就过气 然而这时候 母女们的生活中迎来了一位贵人 然认了当时台湾黑帮的头目 杨登奎为干爹 黑白通吃的杨登奎 当年在台湾开了家影视公司 一手捧红了 领金侠李连杰 叶倩文等巨星 有了杨登奎的庇护 大侠S的事业 立马转为维安 蒸蒸日上 杨登奎为姐妹俩 量身打造了一档综艺节目 让两人在台湾娱乐圈 彻底站稳脚跟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 两姐妹的收入也越来越多 操劳半生的黄春梅 终于可以享福了 然而 就在女儿们的事业顺风顺水时 徐坚却捅了娄子 她因为好赌 屡屡欠下巨额欠款 都是大侠S给她收拾烂摊子 2008年时 徐坚因为赌钱 欠下800万 连着女友一起被绑架 绑匪勒索 大侠S给钱 大侠S只能掏钱 面对媒体采访时 大侠S却说了一句 事情是妈妈摆平的 看来是大侠S出钱 黄春梅负责出面摆平 难道黄春梅有这么大的势力 连绑匪都不放在眼里 这件事后 黄春梅毅然决然与徐坚 办理了离婚手续 尽管父母离婚 但大侠S一直以来 依旧赡养着父亲一家 直到2012年许坚去世 后来 大侠S的事业越来越好 两人还双双加入豪门 黄春梅终于享受到了 珍重的豪门生活 可惜天不遂人愿 刚消停没几年 大侠S和汪小飞 轰轰烈烈的离婚大战 就将黄春梅也拉下了水 关于张兰在直播间爆料的座台仪式 和黄春梅的真实过往 暂且不表 单单只看黄春梅这个人 她从来就不是什么好惹的人 18岁到台北 不到一年就嫁给富二代 婚后生活压抑 她在不想忍了之后 怒斥公婆 还和小姑子打架 之后她身无分文 就敢带着三个女儿离家独立 之后她供女儿读贵族高中 送女儿出道 这个连小学都没毕业的女人 在娱乐圈内给女儿铺平了道路 扫清了障碍 如今女儿和前夫的离婚大战 闹得全网硝烟弥漫 在大S没有回应前 她依旧以发言人的姿态 站出来独当一面 这个强大的女人 接下来还要继续对战 汪小菲和张兰 虽然张兰十分强势 每次开播都招招致命 但是不要轻易就认为 黄春梅会处于下风 也不必去心疼黄春梅这个六行老人 因为黄春梅看着柔柔弱弱 但她才不是什么普普通通的家庭主妇 却有公寓一点